鑽墻特別注意,我們其實先不要管這個角度 假設它是一個正的,因為我們做完之後再轉32度就可以 那假設說你要剛開始做的話,就是一定是先從這個鑽墻 那我們這個地方當然一定先,最簡單就是先從矩形開始畫 畫完之後的話 我們就要畫出這個地方的 磚塊的部分 那磚塊的部分呢,當然第一個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比如說橫向的沒問題,橫向有幾條線 1、2、3、4 總共5等份嘛 那所以這個 它的高度是55 那55再除以 5嘛對不對,因為5等份嘛,所以1等份就是 11嘛對不對,所以這個數字我們知道了 再來是95嘛,那95這個地方又有幾條線呢 這個是激素的,激素123456嘛對不對 那偶數的話呢是12345 所以 這邊有6條,這邊有5條 那做法上面當然你可以怎麼做呢 其實你也可以用比較笨的方法是怎麼樣的 是 畫這邊一條線嘛 一條線對不對 一條線之後呢 然後這邊也畫一條線,這邊畫兩條線 那兩條線之後利用這條線 把這條線是算激素的好了 偏移過來嘛對不對 偏移 1 2 3 4 5 等於是5次 然後呢這一條線偏移過來的話 也是5次 那最後再把它刪除也可以 那 另外當然還有別的方法,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地方怎麼滑 最後再把它轉角度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的話呢,第一個我們就先做一個矩形 這個矩形的話是 這個小老鼠 95 豆點 55 Enter 好了之後的話呢,再來我們就是要在裡面畫線 那當然這地方第一個要先把它做什麼呢 分解 因為它要偏移上去,所以這地方的話呢就按偏移 偏移多少呢,往上 先橫向的話偏移11嘛,剛剛算過,55除以5嘛 那偏移的物件是它 往上嘛,那按M多重,直接就可以 1234,這樣就可以 跳開 那這樣